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明君 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 今年第一道梅雨封面报道 凌晨开始各地天气不稳定 容易发生短延时强降雨 今天台南有区步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几率 澎湖 新竹以南到高雄 南投花莲 以及基隆北海岸有区步大雨发生的几率 请注意累积和强正风 而今天各地累积雨量最多是在云林麦辽 118毫米 澎湖马公113 花莲峰边99 新北金山94 降雨状况来听听气象局的说明 这些比较黄色红色代表降雨 雨是比较明显的区域 正从台湾海峡上往台湾方向移动 那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澎湖地区 那目前在西半部的新竹到高雄地区 我们都有发布大雨特报 那以及在东半部的花莲地区 也是都有在大雨特报的范围 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 目前都受到我们整个回波的云性影响 降雨的状况比较明显 所以目前在影响台南到高雄地区 也是有带来短时强降雨 甚至是有局部雷雨的现象 也提醒南部中部的朋友 在今天都要特别留意这种 一直从海面上移入的雨势 再来关心新贵肺炎的消息 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他的家人昨天PCR阳性确诊 庄仁祥早上快摔是阴性 目前没有症状 而发言人的职务由罗伊军占带 至于快摔阳性确诊 能不能直接给药 有人主张赞成 但是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还要评估适应证 注意有没有副作用 至于拿药的时间缩短 今天早上做出了最新说明 一般给药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注意是不是适应证 是不是符合访单的需要 那第三个也要注意到说 它有相关的副作用 总是各方面药品这东西都要利大于弊 所以现在要解决问题是说 这个时间有没有拖得太长 那我们现在想要解决 把时间拖的时间把它缩短来 那能够兼顾就是说 又能够正确的用药 那然后利大于弊 然后时间也不至于拖 当然如果时间完全跟不上来 拖很久 那当然就会考虑就是说 就直接给药 不过我觉得应该先 把这个能够快速给药 这绿色通道把它做好来 毕竟我们的要求是五天 它不是说现在有马上吃 马上过一个钟头就没效了 当然有想法又不一样 它有一个五天内 基本上我想大概能够努力到 三天内就能够给完药 那其实就应该就又能够符合 利大于弊 那也能够保障这名的健康 台湾的新冠疫苗 除了AZ 辉瑞 BNT 莫德纳和高端之外 也许将有新选择 Novavix药厂昨天在官网宣布 研发的蛋白次单元新冠疫苗 正在向台湾申请 积极使用授权 EUA 先前疫情指挥中心透露 台湾已经采购了200万剂 Novavix疫苗 根据三期临床试验发现 头痛 恶心呕吐 肌肉痛 关节痛 注射部位疼痛等副作用 与不良事件比较少 如果申请通过 会给青少年或是满18岁成人施打 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和日本 都已经通过 台中慈悸医院配合政策 启动快筛阳性视讯门诊 医护人员全力投入 许多还没有上线的医师 在自己的门诊结束后 主动来学习 医师透过视讯 确认患者身份及快筛检测结果 确定为阳性后 进行详细问诊 并直接开立处方 台中慈悸医院配合政策 启动快筛阳性视讯门诊 除了已经上线的医师 也有其他安排在后续提次的医师 在自己的门诊结束后 赶紧过来学习 会跳出这个视窗 就是居隔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要问 一个医师让他服务到20个左右 那今天有很多医师 就跟着一起过来学习 现场传授经验 遇到问题互相支援 医护人员目标一致 很多医师很主动很积极的来协助这个额外临时开设的门诊 我们有做了一些心情的教育 那也有很多的医师 他也先提前来熟悉这个作业来了解一下 视讯门诊结束后 团队特别召开会议 交流意见并分享经验 希望把这项措施做到最好 照护居家患者健康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小美地区是这次应急的重灾区 细子公所就邀请辞职之工 打电话慰问确诊者 新北市细子区公所 大厅摆满了一代一代的防御室 服务社区民众 全区里长大众员 在整个防御的过程之中 我们话说快赛四季 其实是对我们广大的 不管是确诊者也好 或者说我们的居隔者也好 都是一个蛮重要的物资 那我们细子区的里长们 5月5号他们就一起投入 发放快赛四季这样一个行列 他们要解隔之前 一定要有快赛 所以说昨天有一些隔离者 他们有受到这个快赛剂 他们都相当的高兴 我们是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也自己没问题 我们才有办法去协助别人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谢谢 系纸区公所设立居家照护关怀中心 当区慈激志工天天支援 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心灵上的支持 现在确诊数蛮多的 那可能资讯也不是 就是很快update 所以说他们打这个电话 他们得到解答 心里就比较安定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听他说 我是觉得有一个出口 就是稳住自己 然后让这个疫情快快过去 然后我们大家都平安这样 所有确诊者在居家照护的 你们并没有被遗忘 你们也不是孤立无援的 那至于关怀箱或者快赛四季 当然会有delay 因为实在量太多了 我们也会尽力帮你们协助 希望你们多一些肯定跟鼓励给我们 要有耐心要忍耐一下 对抗疫情 民众或许该以谅解和包容 取代抱怨和责备 才能让爱驱走无情病毒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徐国军 赖慧娟台北报道 部分确诊患者喉咙痛 医师就建议可以补充维生素A C D还有心 而如何缓解不舒服 营养师建议可以吃冰凉带有甜分的 液体食物 部分Omicron确诊患者说 喉咙痛的症状让他们真的很不舒服 要如何缓解 医师建议可以补充这些营养素 要让患者愿意吃东西 补充足够的热量和水分 营养师表示 胸痛不舒服 在吃热时会让发炎反应更明显 这时可以选择吃冰凉的食物 我们的原则上都还是以低温凉的 液体类的食物 它们吞咽起来会比较舒服为主宗 就是我们在补的时候 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蛋白之类的东西 因为才能够帮助修复 那例如像是豆浆 牛奶 高蛋白粉 其实都也可以当作 液体类的一个补充的方式 如果喉咙疼痛剧烈 伴随友谈的清新 就要注意可以吃凉 但不要吃太甜 又是喉咙疼痛 又是有痰 那你这个时候虽然是冰凉 但是东西就不要太甜 那不要太甜 例如像无糖的豆浆 或是我们一般的鲜奶 或是无糖的优格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冰凉 但不甜的选项 确诊后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避免脱水 戴新闻许英豪 台北报道 面对疫情 许多家长寻求中药茶饮 做预防保健 不过如何让小朋友 接受中药苦苦的味道 多一些巧思就办得到 小孩怕打针 怕吃药 九岁的徐小妹妹也不例外 护理师妈妈用巧思来克服 安心班就是开始有 小朋友懒疑的问题 那当时我其实很害怕 因为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全部都坐在她的旁边 当时还没有这个新房的时候 她觉得苦苦的 那我有想办法帮她做兵 抓给她吃 那我有去观察 她的那个嘴巴后真的有变小 那的确妹妹没有变成利诱的 妈妈收到这个可以变成前衣 然后让嘴巴掘料的变好 有变好吗 有 就是被隔离的时候有喝 然后平常的时候有喝 体感觉比较好 比较有精神 对 后面那一天 有很好的法务力 花蓮慈禧医院结合中西医研发 应用棕草药的茶饮 临床上已经证实具有良好的辅助效果 针对小朋友添加麦芽糖口味 更方便入口 小孩子很多的发现都是过度的发炎 我们最近发现它也可以提供防护力 会避免我们体内的巨丝细胞过度活化 造成细胞激素风暴 所以我们也深信这样的会对小孩子做 很好的保护作用 儿童大多没有施打疫苗 多一点用心可以帮助孩子达到保护的功效 大约新闻唐城君中江坡花莲报道 温馨五月柬埔寨的慈禧志工邀请照顾户和民众 到会所参加育佛和亲子活动 不少人捐出存了好久的主统 要帮助乌克兰难民 重新回到会所举办育佛典礼 柬埔寨的志工和民众都满心期待 不少人带着装满爱的铺满回娘家 宇宙大绝者前民众虔诚心念 也将心中所愿送给远方受苦的人们 遇佛圆满后志工也安排孝青玉族活动 为人子女透过实际行动向长辈表达感恩 宇宙大绝人 佛丹这天也是联络处的发放日 照顾户们带回志工的结缘礼 也把善款留下祝福乌克兰民众平安 大新闻 真善美志工 李串玉 洪文清 潘晓彤 柬埔寨报道 台南左镇区的左中社区关怀据典 成立八年提供营法族多元活动 一位热心的照服员买老师 带学员练习中式大鼓 更鼓励他们演出 舞台上魅力四射 自信击鼓 这些鼓手都是台南左镇的营法长辈们 尽管年纪大但节奏都跟得上 常常在讲说 我没什么啦 我不会啦 可是一旦要做的时候 还是都会很乐意去做出来的 是一个成就了 连阿嬷身上杯的竹筒骨 都是学员利用在地竹亲手制作 五十一岁教服员买香鱼 把长辈当成爸妈 不仅焦骨也带动环保 结合环保发挥巧思 缤纷大树上含苞待放的花朵 是八十八岁东文明阿公 用废弃的塑胶袋折出来的 大家在这边共同学习 然后可以学习不一样的各种的课程 左镇北极电抱着起注意社会 用注意社会 所以无赏提供给日间拖劳 透过照服员的爱心带领 左中社区关怀据典礼的 营法长辈们走出家门 成了活到老学到老的最佳典范 大爱新闻是与陈城立伟台南报道 环保人物认识台中76岁的何忠义 他离婚后居武定所 牺牲在高架桥下 车记志工持续关怀 送食物也帮忙找地方住 最后建议他做环保改变了生命 牺牺牲在高架桥下 牺牲在高架桥下睡半年了 楼大哥今年76岁 之前有一段婚姻 离婚很长的一段时间 住在桥下 牺牲在高架桥下 我们都来阿伯说我这里洗凉水 没有洗凉水 没有洗凉水 那我到头也在过 看了不忍心 他就慢慢地去接触他 让他信赖我们 他这么多哦 他会收到比较大哦 然后把他带到环保站这边来 长期在外面生活嘛 就是比较更年就会有一种防备心 慢慢慢慢 他就因为大家庭啊 还有过睡魔祝福啊 那个围固那些 大家庭的生活慢慢就改变他 心胸就比较开朗 现在健康 要活着动活动 有来很欢迎 让他感觉心情更好 也有笑容 之前就是因为来房市的时候 发现他整个房间非常的凌乱 我们有来帮他打扫 然后整个床单都是换新的 流浪汉到现在有一个家 他自己本身习气改了很多 就像上文讲的 当别人的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我们是看到别人的苦 他又有办法来协助他 相对的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直在成长 再来关心国际消息 各地极端气候越来越多 环保刻不容缓 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热浪 白天热到48度 已经夺走了90条人命 热浪也影响了粮食供应 许多动物死亡 老爷爷热到睡不着 衣服也快穿不住 旁边的电风扇却毫无动静 最需要开电扇和冷气的时候 却没电可用 这阵子天气热用电量大增 结果就导致缺电 到底有多热看图就知道 巴基斯坦和印度不只热到发红 甚至发黑 连续五天白天热到快50度 晚上也超过30度 急诊室里几乎都是重暑的民众 智热天气更让沙尘和臭氧浓度提高 空气品质进一步恶化 种种因素加成 已经在印巴两国夺走90条人命 专家警告最危险的族群 就是没办法避开酷晒的人 包括贫民窟居民 还有户外的劳工 热到快昏倒的不只是人 动物医院最近也收拾许多鸟类 都是飞到一半突然断片 鸟儿会脱水是因为许多河川都干涸了 酱米不足 农作物收成也大受影响 巴基斯坦官员甚至表示 这是史上第一次气候 从冬天直接变成夏天 少了春天的缓冲期 从人类到大自然 都在高温来袭下备受考验 社群平台假账号泛滥 引发世界首富马斯克的注意 先前他说要以440亿美元 1.3兆台币 收购社交平台推特 13号突然喊咖 马斯克利用推文 引用路透社的报道 推特正在统计假账号 是否低于5% 还在等待结果 因此收购行动暂停 而消息一出 推特股价重挫20% 焦点回到台湾 国人平均寿命81.3岁 在场新高 而生命的延长 更要有良好的晚年生活 目前许多大学 因为少子化学生是越来越少 有的大学就在校外 兴建类似集合住宅的园区 让长者入住 也找来青年邻居打造轻盈共居的生活环境 老伴不在 孩子成家立业都住在外县市 独自生活是他的常态 也是现今社会的缩影 我们的里根社区是属于超超老社区 不是只局限于说中低老人 低收入户的老人才享有 应该一般户的老人 独居的是一个趋势了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统计 老人户数有65.6万 这当中又有高达7成6是独居 未来台湾的高龄社会是 整个社会一起往前推进的 所以不是穷人的事 不是社会福利的议题而已 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结构 转型的问题 阿公喔 房间人叫做 带阿嬷回来啊 阿嬷回来啊 年纪的人 像我和完胎的人八十四回 身体比较稠 如果走路就比较稠 人家要拔刀 拔刀的脖子就不在家回来 比较不方便我就 背来这里意思 整样 来这里比较稠 跟他做伴 来自南投水里的夫妻 一起住在轻盈共居服务住宅 老先生仍然维持 原本在乡下的生活作息 依照自己的喜好 养鸡 种菜 在高兴我也是一家庭的孙子 到家也很快 好 大家 来 高兴啦 过来 来 老太太则有青年住户陪伴 年纪和孙子差不多 在轻盈生 这边我多了很多阿公阿嬷 他说你有吃饭没有吃饭 这里有蛋 这里有菜 所谓青年住户是指青年 住进服务住宅 免缴房租 但必须有一定时数的志工服务 用来陪伴住在隔壁的长辈 本来是独居的长辈 来到这边之后 他会开始跟你有很多话可以聊 他还会很幽默地说话 那有一次我刚好遇到他的家人 我跟他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很讶异 他想说 可是他本来在家里他都不说话的 我们想打造的不是你都来住在这里 我们想要创造的是一个网络的家人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去亲吟共居 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助 不管你住哪里 坦白讲都一样 你还是要为自己找到 那个所谓的生活目标跟重心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这个都是从一个载体出发到 往外扩大一圈 到跟所谓的社会连结 年轻人都喜欢离家出走 长辈为什么不要离家出走 为什么就要守着那个架 然后整个时代进步 然后你都没有跟着往前走 太可惜了 亲吟共居 借由模拟家庭互动 提供向家的服务 而这个契机端看 银罚长辈的意愿 愿意尝试才有成功的可能 高雄新达港一间铁皮屋的旁边 有一只小狗钻进了水管卡住 动物救援之工前往抢救 小黑狗露出无助的眼神 因为它被卡在水管内 动弹不得 它在水管的直径 大概只有十公分 那卡住完全不能动 根据民众的描述 大概已经有一个礼拜左右 爱狗人士刻不容缓展开抢救 毕竟小黑狗卡在水管好几天了 已经相当虚弱 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只 大概两个月半的一只小狗 一个礼拜左右 它很容易就会发生脱水 甚至饿死这种情况 管子是相当重的 从两头都没有办法弄 所以我没办法就把那个管子 我们就看它的位置 再一步伤到它的原则 就要把那个管子锯锯锻断 抢救人员慢慢锯开水管 一度还锯锻了一只锯子 索性后来总算让小黑狗脱困 还好它仅有些许脱水 目前被送到动物医院救治 等待被人日养 大爱新闻旋律 任睿平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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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